Hello,大家好,我是豪哥 住在我旁边的是威豪跑车的一个车友郑主 郑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郑主 我是安徽的 安徽车友 郑主今天多大了,退休了没 退休了,退休了八年了 八年了,老哥今天多岁 63 63了 我是55退休 这么早退休了吗 对,我们是属于特殊公主 特殊公主 是找矿的 找矿的 就是到处爬山找矿 我们找的是那种 找原子单U矿 叫的不能说 什么地方不能说 但是呢 这个就属于特殊公主 放射性的 所以我们这些人一定都是55岁退休 这不错 今天风想的不是老哥55岁退休的事情 而是风想的是他带着他的哥哥嫂子开着房车 怀华旅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能量的问题 那怎么会想到你会带着哥哥嫂子出来旅行 是这样 我哥哥嫂子她的独养女儿嘛 有个女儿 在日本留学 留学以后就工作了 工作了也没有时间回来照顾我哥哥嫂子 因为他们都是有残疾症的嘛 残疾人 对,哥哥嫂子都是残疾人 所以呢我就第一年准备带着我哥哥嫂子 环华走的弯一圈 弯一圈 哥哥就是从小有麻痹症是吧 小孩麻痹症是吧 对 讲起来好像是这个病嘛 实际上也搞不懂 也搞不懂 对 那嫂子呢 我哥哥自己也 我嫂子也是小时候发烧啊 嗯 看病没有 没有及时看 就是脑子烧坏了 智力智力有点 智力有点障碍 所以说 弟弟带着哥哥嫂子 滑滑旅行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好的一种 非常有效到的这样一个 正能量的一个东西 所以今天跟我们那个 正着我们好好聊聊 那车子开了 车子买了到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开了八千多公里 八千多公里了 对 也就从买了车以后 提了车 充电以后 开了到现在就八千多公里了 对 开下来怎么样 开的 感觉是很好 就是 有点不懂的地方 我就是经常请教 好哥 对对 我们专门有一个群 特别是那个 自动的 就不是两 手自一体的 手自一体嘛 自动的呢 有点不习惯 我开也开 也开 但是好像就是 不顺 不顺 你自动的就油猛煞车油猛煞车呀 对啊 不是 开成自动挡 换成自动挡 好像就是不习惯了 不习惯了 对 你有个适应的过程 有那个加挡减挡啊 这个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你要再平 手动模式我也经常 有时候开开嘛 开开但好像就不习惯了 对 那个手动模式有点不习惯 这个手动模式就是爬一大坡的时候 你用手动模式 平时基本上都自动挡模式开没有问题 但是呢去西兆新加这种高海拔的地方 它亚海量又低的情况下 确实要用手动模式开会比较好一点 它自动模式它拽数都不高 它容易山月催化 堵山 是啊 所以我有时候我想就是手动模式锻炼一下嘛 锻炼一下 但比如讲平地 我不知道挂多少档比较好 我就是看那个转速 对啊 看转速 转速两千多反正就可以了 两千五可以换的啊 但是我还有七档啊 六档啊 我感觉又太高了吧 那个老哥 你在平路上就看一档 什么都不用考虑 就看一档 我们说了这个开车的问题 还有说说那个 但是嫂子 那哥哥你们睡觉 那什么睡吗 好睡吗 还可以 我睡那个 额头床 额头床 我哥嫂子睡后面大床 大床 那个种植床 哦 种植大床 他们两个睡正好 那你那个水啊 地啊 都够用吗 这个呢 都够用 洗澡发病吗 可以 都没问题是吧 那你 洗澡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三个人洗 用到两天 可以用两天 对 那还不错了 还不错了 225升也够用 够用 因为我洗洗澡 谁用谁少 你都嘛 少的多一点 对 女同志会对一种 女同志用的多点 这个 其实加水也是也方便的 水加满了以后 洗了澡 然后洗菜啊 洗米啊 什么洗点衣服啊 反正第二天 我们就 也可以用下来 就找加水位了 就碰到有水的机会就加水了 一半两天 一半两天 一半两天是吧 也就是哥哥少知道是 他女儿也是国外读书 要是没有你带他们出来的话 他们实在带在家里 那只能带在家里 对吧 他哥哥也不会开车 也开不了车估计 对 开不了车 因为带出来什么好处啊 我哥哥他不喜欢走出去玩 现在我天天带我哥哥出来 对 比如说今天早上这里风景这么好 他就出来转一圈 转一圈就照相了 对对 照相以后风景啊 什么名声古迹啊人文啊 他照了就发给他女儿看 哦 对 那平时也不会跟旅行传出来 平时他不出来的 所以他女儿呢 看了都很高兴 每天都 他女儿都大了吗 三十 三十八了 四十八了 结婚了没有 去年才结婚的 你找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日本人 日本人 那就他留在日本了 他也不会回来了 对 所以说 估计是不会回来 但是 他 就是上海的房产啊什么东西 已经转 都转给他女儿了 都转给女儿了 也就是说那个 就负责已经转他 给他女儿了 也就是说没有哥哥 没有弟弟带他们出来 哥哥嫂子就待在家里 基本上都在家里 甚至于一天两天都不出 出门 出门 确实我觉得 有这么好的弟弟 我觉得确实 你们是两兄弟吗 两兄弟 就两兄弟 三兄弟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弟弟今年退休 就今年退休 还有一个也是正常的吧 那个在上海 那个医大当老师 哦 那厉害了 那你哥哥 你哥哥他是上班 也是在外上班 我哥哥他很厉害的 他懂四国语言 真的啊 嗯 学过医 但是懂哪个四国语言 德法英日 哦 德法英日 日本 哦 这么厉害 嗯 哦 看着看不出来的 我哥哥 嗯 文人 很聪明的 头上很聪明的 我弟弟也厉害 啊 大学里面 那你呢 你也是大学吗 我不行 我插队的 哦 你插队的 哈哈 就你稍微 我是大老厨 就你稍微差一点 弟弟跟 另外一个弟弟 你是老大 我是老二 你是老二 嗯 哥哥跟弟弟 都很牛逼 嗯 哥哥个个子也不高 但是 精通四国语言 然后就是 你现在是什么单位上班 学医 学医的 上海海运局 哦 海运局 哦 那单位都比较好的 对 他 我哥嫂 两个人的退休工资 呃 出一万 反正就一万 哦 一万块钱 嗯 那你基本上够完了 够 他们够 那你 那你那个比较辛苦的 退休工资有多少吗 我四千五 四千五 其实旅行啊 四千五也够用了 够花了 对 说实话就够花了 那明年计划就 今天带哥哥嫂子出来旅行 嗯 明年就带老婆 所以祖国大好和再出去走走 我觉得这样没有对错 我觉得自己喜欢就行了 不要别人认为 我们要活在自己下面 不要别人认为的下面 啊 是 我觉得像这个 嗯 郑哥 我觉得他能带着 哥哥嫂子出来 就值得我们学习 让我们那种正能量 能采集更多的人出去 让更多的人 带着爸爸 带着老婆孩子 带着兄弟姐妹 可以出来走走 谢谢 谢谢郑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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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这次周边先玩起来 好不好 先玩起来 然后我们 能走 多远就说看你哥哥身体 对 在西藏的估计你这次 我们去不了 我们可以在新家会 对不对 对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